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女单 陈信桐对阵 韩国崔孝珠 男双 赛琳威牛冠凯对阵 韩国 李尚珠安宰贤 女双 陈信桐 前天怡对阵 美国张安 斯洛伐克巴拉佐娃 值得一提的是 根据中国拼协的规定 如果陈信桐能在女单决赛中打败崔孝珠夺冠 那就将入选成都士拼赛名单 如果败北 则会直接落选 改由直通赛冠军宽曼参加 中国队即将公布士兵赛完整名单 成败在此一举 陈信桐要拼了 9月9日下午开始 WTT阿曼赛的单打八强赛 半决赛与双打半决赛正式拉开帷幕 国拼在前面损失惨重 18人参加单打输到只剩二男二女 刘叶博在八强赛 又2比3不敌美国选手卡奈克 手握三个赛点没把握住 输得有些可惜 21岁黑马星星 两眼珠在半决赛 遭遇了一位强大的对手 那就是41岁的世界冠军老将庄志渊 此战两眼珠遭遇了重大困难 0比2落后 连班四局完成大逆转 而韩国选手张宇珍则在另一场半决赛中 4比2淘汰了卡奈克 决赛两眼珠将面临严峻考验 期待他能一黑到底夺冠 女单半决赛 陈信同 前天一支战是大家关注的重点 因为拼携的规定对他俩同时有效 二人无论是谁夺得女单冠军 都将入选成都士兵赛 结果还是世界冠军陈信同技高一筹 4比0大获全胜登顶为王 而决赛的对手则是韩国华裔选手崔孝珠 之前4比2淘汰名将陈思宇 男双方面 国拼一胜一负 赛林威牛冠凯3比2险胜印度的德赛卡塔尔晋级决赛 与3比1淘汰队有徐海东两眼珠的韩国组合李尚珠 安崽贤贞冠军 女双陈信同前天一3比0轻取队友徐一范书涵 即将迎战跨国组合张安巴拉佐娃 之前3比0横扫韩国的崔孝珠李时温晋级 混双方面如前所说 中国队早已锁定了冠亚军的席位 而在最后之战中 刘叶博 陈信同开局不利 0比1落后队友徐海东吴阳辰 但随后却连班三局完成大逆转 本次比赛陈信同三项全部打进决赛 如今已经拿下首冠 接下来或将拿下三冠王头衔 根据安排 9月10日晚18点女单决赛 18点40分男单决赛 19点20分女双决赛 20点男双决赛 这个安排对陈信同来说 无疑是非常有利的 能让他在争夺士兵赛资格的单打决赛前 免于连续作战 期待他能如愿直通成都 也希望国拼能斩获剩下四个项目的冠军 具体结果如何 让我们拭目以待 这里是体育比赛传奇频道 点赞和订阅 是对我们最大的帮助与支持 谢谢大家 下期节目见